哈嘍大家好,我是不專業開箱的好好 今天我要來試吃 義莓手工水餃 瓜仔雞肉口味 你們這樣看得清楚嗎? 我要近一點嗎? 才靠近一點點 它上面寫說不沾醬也很對味 所以我等一下煮10顆 因為我今天不怎麼餓 我會5顆沾醬,5顆不沾醬 我們來談談當初我看到 這個口味的 瓜仔雞肉口味的水餃那時候是什麼感覺 昨天我去全臉 然後我買水餃 我看到這個義莓手工水餃 瓜仔雞肉口味 我心裡想說 瓜仔雞肉配飯啊 配水餃是什麼感覺啊? 好想吃喔,好想跟大家講喔 然後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可是又怕很難吃 所以我今天還是先煮10顆就好 那如果很難吃那剩下的怎麼辦? 還是只能吃下去啦 呵呵 身為一個不浪費的那個 YouTuber組,所以我覺得 東西不能浪費 嗯 煮了就要把它吃完 對 可是上次那個芋頭例外啊 我丟給別人,他幫我吃 對,好吃 好吃 好啦,現在水已經滾了 我們準備來下水餃 我這個下水餃的方式是不是很奇特 哼 每個都是用丟的 然後我是這樣下 為什麼要這樣下耶 因為我怕水拖到我,我會燙 現在天氣冷,你知道嗎?應該蠻溫暖的 蠻溫暖的 呵 而且今天是12月31號 外面下雨 耽誤了我的計畫 我原本是想要出去的 2,4,6,8,10 好,這邊10顆 這麼大的鍋子裡面,你只有煮10顆 欸水餃怎樣才算好 它會浮起來 浮起來就算好嗎? 怎麼會有啪啪啪的聲音啊 是怎樣 我這邊又沒有裝博文燈 應該是風吧 風太大那個火 好啦,我們現在就是等待它 我的水餃看起來是已經好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好了 嗯,好了啦 好了 對於一個家庭主婦來說 不會煮水餃 不會看水餃好了沒 好像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uez 胡 會否有吃一次去廁所烤魚湯而已嘛 哪有什... 呵 醬也不好啊 這樣 我等於是 我把剛剛吃的東西全部都又拉出來 好的,現在我十顆腿腳都已經上菜了 我們先來試試看看 先不要沾醬的好不好 好 因為它上面寫說不沾醬也很美味 那我們來試看看它到底多美味 它一顆,差不多這麼大 蠻大的 蠻大顆的 而且它好像是手工包的吧 對,它有皺褶 要先吃一半吧 怎麼樣 我的嘴巴裡面充斥著那個 瓜仔雞肉的那種感覺 可是這個如果 不配飯的話感覺有點怪怪 可是不難吃 它不沾醬真的 不難吃,真的有 它裡面真的有鹹 它真的可以不用沾醬 吃吃看沾醬 太鹹了 有點太鹹了 沾太多 因為它其實裡面已經有鹹了嘛 那個龜啊就是 對,它鹹鹹的 它鹹鹹的 那你再沾這個 就更鹹 不過我喜歡 愛吃重鹹的就可以 對,愛吃重鹹的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結果你把尿都吃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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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狠 它裡面長這樣啊 氣也看不太到 它裡面有 真的有龜亞跟雞肉 然後還有那個高麗菜 還算是蠻豐盛的 對 整體來說不錯啦 如果真的要叫我把這個 睡覺打分數的話 我願意給它7分 不過也有喜歡吃 瓜仔雞肉的人 可以嘗試看看 那這包總共 好像差不多30顆 它只要99塊 對 99塊30顆 夠你吃一餐的啦 那我的影片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按讚分享 也可以幫我訂閱喔 那再來就是 如果我的影片有什麼 你覺得需要改進你的地方 或者是你覺得想要我吃什麼 都可以在下方幫我留言 我是好好 掰掰